欢迎来到明安追踪 我们今天的短片故事发生在美国的菲尼克斯 这是亚利桑那州的首府 人口大约150万人 2020年7月8号礼拜三 一大清早6点56分 警局就接到了一名男子的求助电话 他表示自己刚把一名室友踢出了旅馆的房间 但是这名室友也不是吃素的 转头就朝他开了一枪 差点就打中了自己 接到82后的 警察们赶到了男子所说的旅馆 在男子的直眼下 很快就找到了他所说的室友 注意右上角的时间戳是不准的 他快了7个小时 正确的时间应该是上午的7点49分 我们眼前的这位戴墓 墨镜的女子就是今天的主角 十年24岁的周瓦娜 她出生于加州的圣地雅各 从中学时期开始就服用违禁品 是一个典型的叛逆少女 2015年2月17号 年仅17岁的周瓦娜 开着家里的雪佛来轿车 和朋友一起离家出走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周瓦娜因为违禁品和枪支的问题 多次被警方逮捕 目前的她是一名再逃犯 因为她在几个月前 违反了治安条例 并且没有按照要求出席法庭 只不过现场的警员们 暂时还不知道这一点 被你决定了 被人封关了 你决定了 是一名的 他对了 老婆 你决定上了 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 你决定了 我决定五个人 首先在本舵上 我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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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假决定 你没有决定 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 期课课课 你决定了 决定的 你决定的 尽快课课 我决定了 此时的警员已经注意到 这个戴着迷彩帽打扮的跟特种兵式的周瓦娜 似乎总是在回避谁开枪的这个问题 每次一问这个 他就顾左右而言他 于是警员打断了周瓦娜的叙述 再次把话题演了回来 尽管周瓦娜嘴上不承认自己有枪 但是通过搜查他的随身误片 警员很快就发现了端倪 在看到警员找到子弹之后 周瓦娜显得有些不自然了 他一直低着头看着手机 似乎是在逃避警员的问话 因为他知道除了子弹之外 自己的包里还有其他更要命的东西 警员从周瓦娜的包里找到了一个小袋子 看到这个情景之后 原本一直低着头看手机的周瓦娜 终于转过头看了过来 我们换到另一名警员的记录仪 来看一下警员们到底找到了什么 袋子里的蓝色药片 想必大家已经知道是什么了 在搜到了违禁片之后 警员也不废话 直接走到了周瓦娜的身后 准备拿出手铐 然而局势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在逃跑的过程中 周瓦娜掏出了随身掩藏的手枪 对着迎命而来的警察就是一枪 所幸的是尽管距离超见 但是她没有命中 我们换个角度 重新看一下她的枪 挣脱了束缚之后 在场的另一名警员 立刻掏墙射击 最后周瓦娜应声倒地 事后警员们找到了周瓦娜 丢在地上的手枪 逃跑的过程中 她身中两枪 但是并无大碍 尽管有着警方记录一的视频证据 但是面对检方的各项指控 周瓦娜依然强硬地表示 不认罪 故事到最后还有一个彩蛋 在被捕的三个月后 2020年10月20号 她再次登上了报纸的头条 这次在去医院做常规检查的时候 带着手铐脚铁 同时还坐在轮椅上的周瓦娜 趁着压解她的警员不注意 竟然抢了警员的手枪 并且开了一枪 索性跟上次一样 尽管和警员距离只有一米远 但她还是没打中 被制服后 面对检方的各项指控 周瓦娜还是强硬地表示 不认罪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至于周瓦娜之后 是否在律师的建议下改变主意 选择认罪夫妇 还是继续坚持自己无罪 菲尼克斯警局这边 目前还没有更新 但即便是认罪 她至少也应该坐上几年牢了 那么对于今天的短篇故事 对于周瓦娜 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还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说出你的想法 跟往常一样 大家要照顾好自己 我们下期见 谢谢你 对于周瓦娜